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來觀賞我的視頻 和阿里伯伯一起來練武功 學習StudyWorks 3D繪圖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視頻後,對你有所幫助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的專題是這個塑膠弓箭 我們看一下 發現大概是這麼一回事 這個其實已經 已經不是我們一般的練習了 這個其實已經是 正式的一種工業產品的設計 這個已經 應該算是比較進階的 廢圖方式 當然 因為我們 我們到達這一級的階段 其實像這種 極速的話 也應該要 要廢話 那 一樣 我們 來了解它大概的尺寸 狀況 我們看一下 總長度是80 然後 這個 比較寬的 這寬度是28 那前眼這個部分是22 中間它有兩個孔洞 15mm 然後間隔距離是32 離前眼這個部分是13 高度呢 是 8mm 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底座部分 第二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 中間這個部分 它是 沿著這個 把某角度 一直上來 中心距離是11.41 那高度呢 它這邊有寫 是32 是最 最 最上端的 這個頂岩的部分 32 這個 離 這個面 然後 它 它中間 是一個孔洞 6mm 裡面 這一個呢 後來要除掉的 這是12mm 然後這外圍 這個部分呢 是16 那這邊有寫16 接下來是底座的部分 它 因為它這個是有 把某角度 然後用 薄殼攻擊 它是 2mm的薄殼 在這裡 2mm的薄殼 然後把某角度是6度 然後 在這個地方 它有熱彩 有熱彩 大概是這麼一回事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它中間這個地方 它有做齒能狀的 因為它可能是要 這個可能就是要 對手鍵 互相 結合 好像卡榫的這種功能 它這個是 直徑是12 然後 尖距 是0.5 一個三角形的狀況 一直做過去 我們了解這個狀態以後 我們將這個圖長 先把它印上去 一樣 我們再看一次 這個地方 你注意 這個地方 有卡榫的一個結構 好 我們將這個圖長 一樣隱藏起來 我們重新 繪製一次 給各位參考 一樣 我們用上基準面 開始畫圖 選擇 幾何建構線呢 先 先把它抓出來 再用 舉行工具 選擇 這個中點 舉行 這樣畫出來 再選擇 這樣的一個工具 然後 我們讓它 建設突然 這一點 建設 中點 好,確定 這位型尺寸 我們選擇這一點 跟這一點 這邊是22mm 這長度呢 也是80mm 這邊呢 是28mm 切點 好 那 我們將不要的 把它修締掉 還要畫兩個 孔洞 好 再給它一個 這個 這個 這條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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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合工具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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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合工具 給它一個 智慧性尺寸 要求是 Sensor Sensor 抓過來 這個 這個 是前眼 是3mm 然後 這個是 5mm 選擇 這個 這個 是 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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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對 這個 確定 選擇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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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當對場 好 這樣子 就可以了 我們先 讓它 生長 添掉 要求是8mm 確定 這個地方有 把某角度 注意 6度 看一下 好 切聽 第一步 這個地方已經出來了 第二步 我們選擇 一樣 選擇前機準面 選擇前機準面 找個位置 改成正式圖 我們 選擇一個 集合建構線 從這裡 搭起來 畫兩個圓 然後我們再畫 一條 一條直線 確定 我們選擇 這一條 近色 近色 好 確定 再來 我們選擇 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 共線 對齊 我們選擇 我們選擇 外圍這個直線 是16 一切零 我們選擇高度 這個 跟這個的高度 導線 選擇 最大 然後這個 距離 修改回來 32mm 我們看一下 中間這個孔洞 是6mm 確定 6mm 確定 確定 那這樣子 我們 這下面還沒有 補起來 好 確定 我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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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徵 就是選擇 地方 兩側對稱 對稱 輪廓呢 這個地方 還有這個地方 看一下 對 13mm 合併 確定 那這個地方 就做出來了 接下來 一樣 我們選擇 右基準面 選擇右基準面 筷子 選擇正式 再選擇一條 集合建構線 從這裡拉上來 高一點 再來從這裡 拉上來 拉到這邊 拉到這邊 然後過來 好 給它一個正式的尺寸 這邊的地方 跟這個 這個地方 它要求是6度 接下來 用 近色圖圓 這個地方 還有這個 近色相對圓 中間這個地方 好 接下來 我們把它 除掉 給定深度 完全貫穿 這樣 這個部分 酒精 大概都完成了 接下來一樣 我們選擇 前基準面 我們要選擇 參考的幾個 基準面 選擇 第一個 就是 前基準面 那 我們偏移角度 呢 是2.5mm 好 那這 我們接著 再用平面一頁 草圖揮制 這個 第一個 我們畫一個 圓 好 然後 中間這個地方 參考圖圓 我們選擇 這個 智慧線尺寸 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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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線 我們選擇 欸 不是 那我們不能選擇 條線 集合建構線 從這裡 壓到這裡 確定 這個地方 把它去掉 然後 我們選擇這個距離 是18men 確定 這條線 把它刪除 好 好 特徵 我們直接除掉 看一下 往外面 OK 好 這樣子 這個面 就已經除掉了 接下來 我們 近色 近色的基準面 我們選前基準面 近色的特徵 就是我們剛才除掉的特徵 好 那這個部分 大概就已經出來了 接下來 我們在這個地方 位置草圖 選擇 正式圖 不對 這個圖 先刪除 這個圖檔 先把它印章起來 我們選擇這個地方 找到位置 我們選擇 兩個圖頁 好 好 選擇這兩個圖頁 第一個 等長 等近 第二個 尺寸 10mm 確定 確定 特徵 伸展除掉 它是深度呢 是3.5mm 紀錄 把某角度6度 確定 整個圖項 整個圖項大概都OK 接下來 我們要做圓角 那圓角有 1mm 1mm 就是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還有這個部分 還有 這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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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這個部分 確定 第二個部分 圓角 是 0.5 就是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還有 這個部分 還有 這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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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確定 接下來 還有一點 我們這邊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超多 超多 黑色 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 12mm 12mm 切點 特徵 除了生長 這個地方是0.5 確定 好 接下來 我們用 博客工具 2mm 這個地方 確定 那整個 這個 外型 特徵 出來 接下來 我們要 這邊 做 熱彩 那 熱彩怎麼畫呢 我們 用選擇 前基準面 到這位置 選擇正式 我們 檢視 顯示 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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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可以了 我們這個熱彩 我們從這裡 畫一條直線 這一點 對 到 這一點 沒有滑果 好 確定 我們插入 特徵 熱彩 這個厚度呢 1mm 確定 這個熱彩已經做出來了 接下來 這個地方也有熱彩 那這個面怎麼做呢 我們選擇參考集合 基準面 選擇哪一個面 選擇 選擇 選擇右基準面 再來檢視的話 選擇贊成軸 這個地方 選擇平行 好 確定 一樣 選擇參考集合 基準面 第一個 一樣 也是選擇 右基準面 再選擇 一樣選擇平行 確定 好 那我們就選擇 平面2 炒毒灰質 正式 一樣 我們選擇熱彩 選擇從這裡 拉到 哇 拉到哪裡啊 沒關係啊 反正 反正就是 拉過來就對了 好 一樣 選擇 選擇特徵 這樣就好了 這邊 選擇插入 特徵 熱彩 熱彩 剛才的角度就是 平面2 好 就選擇這個地方 選擇這個地方 選擇這個地方 熱彩 往裡面 對 確定 好 接下來 一樣 我們選擇 平面3 我們再選擇熱彩好了 選擇這就是 選擇平面3 草毒灰質 一樣 好 我們再看一下 有對證 貢獻對局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特徵 選擇熱彩 一樣 是往裡面 確定 好 兩邊都已經有了 我們再來選擇 近色 其實 選擇 前幾準面 近色的特徵呢 就是這 熱彩 還有這個熱彩 確定 再把它揮回來 檢視 選擇 代表人塗材 該做的都已經做好了 接下來 我們這個地方 要特別注意 它有除料 做三角形的這個部分 那 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一樣 選擇這個面 草毒灰質 選擇這個面 參考毒液質 參考毒液質 正式 正式 我們齁 先畫一條 有幾個建構線 到這裡 接著 再畫 兩條線 一條線就可以了 我們拿 近色 這條線 近色 這一條 確定 我們給它一個 智慧型的尺寸 這邊齁 要求是0.5 確定 然後呢 我們這個地方 不要 不要靠近齁 靠近的話 就麻煩了 我們把它這個地方 修成這樣 好 這樣就可以了齁 我們 特色 伸展塗料 我們給它0.5 把某角度 選擇 26度 哪一個部分呢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確定 這樣子 整個就 出來了 這個太少 我們這個要 補強一下 這個地方 不能太 你不能太靠 太靠近齁 太靠近的話 它這邊會補不到 好 好 這個地方沒有 沒有弄到齁 幾步都換了 這個地方還有這個地方 確定 對 這樣的話它才有辦法切齊 接下來呢 用 環狀複製牌 選準參數 選擇這個地方 你選擇這個軸 也可以啦 我們這邊選擇 75 特徵呢 就是剛才這個部分 它會跑得比較久一點 好 整個 這個尺狀結構 就 做出來了 好 那最後呢 我們 檢視看看 我們這樣 平常所有 凸顯 大概這個 整個結構 就畫出來了 這主要比較藍的部分 就是 我們的 熱彩 還有 這個部分 還有 倒角的部分 把模角度的部分 因為這個 正式開模 就是要把模角度 最後 最後我們給它一個顏色 一樣 它 是用黑色的 給它 大概是這樣 好 一樣 我們檢視一下 它的 尺寸 尺寸 我們看一下 22 32 13 80 28 這邊 這邊是5mm 高度是8mm 再來這個地方 32 16 13 中間是 直徑6 接下來是 這個部分 是18 然後 最後面 是這個部分 是75 反正 這個就是0.5 3.5 大概是 這麼一回事 尺寸應該都沒有問題 一樣 最後 我們 再 帶別人出台回來 原色怎麼 跑掉了 我們給它一個原色 結果忘記了 好 確定 像這種圖形的話 其實就已經可以開模了 你以後 如果說 要 需要開塑膠模型的話 畫圖的 這個大概的尺寸 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好 我們今天 今天的圖檔 已經到這邊示範結束 謝謝 OK OK 今天的會圖視頻已經結束 希望看完這集視頻後 對你有所幫助 在Sallyworks 3D會圖技巧上 若有任何問題 歡迎來信 我懂的是 會盡量回答你 若你有更好的會的方式 也請你告知指教 正所謂 教學相長 看得越多 學得越多 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訂閱 等一下讚幫我加油打氣 按一下右邊的小鈴鐺 有新的視頻 就會通知你喔